《路加坊》第十章 第36、37节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个是乐在强道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是联敏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罢 换句话说 他只不过是他人生当中一件事应该操作 有时他在这件事应该操作的原因是因为那份工作 那他的工作使用他这样做的话 那不是代表他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说是跪得起朱辣 举个例子 一些人他上班不可以迟到的 所以他迟到的时候犯都没有认识 所以他于是不迟到的 他很准时 但他私底下是不准时的 他约了朋友的时候也要失约 你能不能说他是一个准时的人 你只能够做一件准时的事 那他不是一个准时的性格 一个拥有准时的性格的人 是会想到每一个他有准时的机会 他都会觉得 比较我会准时的 我做这件事会准时的 我那件事会准时的 这件事我会很重视的 那个叫做性格 而不是因为工作关系 或者是跪地起朱辣 所以就看这件事 他在这件事当中 他这个性格 有没有延伸到他 是他的性格 还是他是这样做的 他这样做的话 他这样做的话 是不行的 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这个是延伸到他一个这样的性格 就是他没有枉费他的性格 他会创造一个属于他本人的性格 那神就会着亮 按着他 这些性格达到那个级续 可以进天 又不适合想问一下 按着刚才牧师解答Eddie的方向 那例如德兰修女这一类 普遍来说 那些人都会认受他 大半身所做的事都是行善的 那他是否又合乎可以上天堂的资格 我觉得针对一个已经是出名的人物 但是如果还针对他 在他们做的一些叫做出名了的人 他们所做的某一些事情 就很难定准做的 因为一个人出了名 他有时就是为了他的出名 保持着他名声继续做的 由一个暴露家都变成一个假暴露家 明明是暴露家都变成假暴露家 因为他做假 就好像葛培理那样 葛培理他做下卫人多 所以总之就有些竅 骗人出来 他就变成一个伟大的暴露家 换句话说 一个伟大的暴露家 是在乎那些人是信得好 但是葛培理明知他的方式是信得好 因为我们当时他那个 直接是他们自己的讲座 说出来的 就是他在那个讲座教我们 怎样去预备合陪你来的那个聚会 他都说明了 90%以上的人是跟进的 全部是出来的 我们会传给你 但是呢 如果平尼那些 以前 John Wesley 那些 是90%可以跟进的 明白吗 是因为他用的手段 是多人出来的 但是90%可以跟进的 他都做 那你说他是否伟大暴露家 他真是为了暴露 而做人的话 我不是伟大暴露家 或者是一个体业家也好 或者是什么都好 总之就不是一个伟大的暴露家 所以就要 譬如你拿德纳瑟去 那变成了他是一个icon 天主教的icon 其实他究竟有多少善事 是成名之后 加诸在他身上 或者是变成一个职务呢 因为有人承认了不同 他一路受苦 明白吗 如果他已经变成一个职务的话 就不能够将他争取成名之后 所有善事立入是他的性格 因为神不是计成就 做了善事多 他接的是接那个人的性格 所以就变成了 类似这些案子 如果他不是德纳瑟去 他从头都没有出名 他默默地做就可以 因为主义都经常是这样 你做的善事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就容易计 你做的善事 打罗打鼓的话 怎样计计 你为了打罗打鼓做下去 你为了出名做下去 一定是这样 他强调就是那个性格 就不是那个achievement 所以 譬如德纳瑟女 这些就是属于很敏感的题目 落实来说 他真的是不是因为上了天堂 他真的 真是主义书才介绍 但在他生前 就越出名的人 都会好味的 就是他能代两天堂 他死后出名就行了 是的 他生前一直被比较受苦 一直熬下去 完全直接无闻 没有任何回报 做到他死了 跟着出名 那些就行了 那些就行了 那我就可以说 这些突然 这些都可以 但如果他之前这些出名 就会有点困难一点 《路加坊》第十章 第三十六三十七点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个是乐在强谱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 是联敏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罢 你去照样行罢 愿我一生 我每日 愿我一生 愿意靠着你 尝共你一起 愿我深知 你事实 是明亮真理 在我深刻记 他能支撑爱你 从来不必失去 顺 CJ尽我所留 永远也不舍命 全静透一白离 做错失未逃避 我决定要终身 尽我此生 真愛著你